硅谷银行和瑞信出了这次风险呢 对不会直接传导到中国 那么是两个原因了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同他们这些 这些欧洲和美国呢 是周期性的错位 他们正在大幅度加息 我们正在开始降息和降准 和财政政策扩张 第二呢 我们这个 原来我们这个金融啊监管啊 金融机构运营呢 也是很弱的很乱的 那么经过这几年呢 已经补课了 已经补课了 把这个补上了 对吧 补上了 而这个美国呢 比如说他们是原来 是加强金融监管的 后来有一度呢 又放松了 比如说硅谷银行呢 已经离开了 美联储压力测试的 那些银行的范围了 本来是在里头的 那么对我们的这些呢 是应该说影响不是很大 影响不是很大 影响比较大的 实际是继续的加息 我现在就会说 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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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 我会说